如果你要把它用键盘设定的话 那所以我们就是其实使用 就是一开始一样要启用它当作音调 因为要使用这个硬体 但是在播放声音的部分 我们就用按键来做设定 所以在事件这边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按下什么按键 就做什么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接上去 然后呢,复制7个 好,然后你就查一下那个刚刚都是261 然后RAID是293 然后再看一下 这是声音的 音高 诶 你这边 咳 啊 你在这边去 音高 因为感觉可以太快 好 4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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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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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,再来是3,329 跟 349 再来是,392,440,493 然后再来呢,这里就要分配它的按键嘛 所以这个是1,这个是2,3 对,就这样分配 好,这样就做好一个电子琴了 所以你看电脑多神奇,什么都可以做 5 6 7 好,这样就做好了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记得 你等下按按键的时候呢 这个中文记得要关掉 所以我先把中文关掉 好,没有中文,我点直行 因为你点了直行之后,它会先设定角位 有角位启用了,你等一下按才会有反应 好,所以我现在来按 好,这个Squitch要保持在最上面的视窗 如果你跑到下面,它就不理你了 有没有 好,这样就可以弹钢琴了吧 好,OK,这样很简单 来试试看 超爽 好,OK 好,OK 好,OK